入境人士要佩戴監測手带, 舊款手带輕巧, 要配合居安抗疫手機應用程式使用。 抵抗人士回到家, 用手機掃手帶上的QR Code就可以啟動。 如果他離開家, 因為訊號有變化, 無論是WiFi的訊號, 或是GPS的訊號, 或是其他的訊號, 有變化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一個警示, 我們的系統就會探測到這個警示, 亦都會要求那個人回家, 亦都會通知衛生署和警方去跟進。 如果要接受檢疫的人離開機場後, 就脫手帶, 就不能啟動呈聲, 部門會即時跟進。 系統又會不時發出信息, 要求接受檢疫的人, 拍得是否戴著手環。 一分鐘內拍不到, 手機會震動, 直到拍到為止。 都是沒有反應的, 就會跟進。 14日檢疫完成後, 剪了手帶, 再解除應用程式就可以。 政府說手帶不會收集個人資料, 亦都不會獨取家居位置, 每日可以分發1萬至2萬條 給抵抗人士。